今天来到云南昆明 我们的一个学园 一个基地 它是采用半水培种植的 这种黄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在黄瓜里面 它有套中的一个苦瓜 看一下细节 就是把我们整个模式 整个的复制 种植草搭建的 整个栽培模式 进行全部复制以后 进行栽种 已经开始带瓜了 你看这个龙头 各方面长势 到目前位置是非常好的 这是套中的苦瓜 你看它这个厨业池 直接放到室外了 非常干净 没有绿造 我现在这个位置 是处于云南省昆明的基金区 它们现在是种的黄瓜 它用这种半水培的模式 目前长势 稍微有点高原反应 长势非常好 长势非常好 这样就是说半水培 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桃栗 这种呢 是非常适合黄瓜种植的 从我们这两年一个试验吧 也是发现 对黄瓜种植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毕竟黄瓜 它是需要一个大水大肥的一个生存环境 正好这个半水培的模式 完全满足了黄瓜 在对水培的一个需要 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想去做无土代肥的话 特别在种黄瓜这个做过的时候 半水培可能更适合一些 那是多黄瓜 全国预算的 感谢观看